作家顏順歐在她的Facebook裡有一篇評論 稱為美中對抗是長遠戰略 打打談談屬國取所需 大紀元新聞網獲得顏順歐的授權 在11月26日刊登這篇評論 他說美國《華爾街日報》披露 在拜習會前習近平曾派出一個代表團 秘密訪美 與美方一個由政商在野人事組成的代表團私下會面 為拜習會打前站 因此消息 海外有評論即期望美中關係開始解凍 拜習會的結果並沒有帶來什麼令人鼓舞的消息 只是拜登透露了中共短期內不會攻臺 王毅又強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 不支持台獨 這些都是剛剛是女人的腦調 證明拜習會前那個秘密接觸的會談沒有什麼成果 就此下一個美中關係解凍的結論只是一廂情願 美中即使在關係最惡劣的冷戰時期也保持一定程度的私密接觸 當時在波蘭首都華沙每年都有美中大使級會談 談什麼沒人知道但談談打打永遠是常態 打疲了就談一談 華爾街日報拿這種事來做文章 只是想營造一點良好的氣氛吧 拜登上台之後對中共打擊圍堵不為餘力 又費盡九牛義父之力將歐盟和日澳等民主國家 重新收歸廢下 在高科技和供應鏈脫歐等領域連出狠招 打得中共無法招架 到了這個地步該打的都已經開打 往後就是繼續往中心發展的問題 大可器定神限萬條絲理做下去 美國政府希望緩一下這也是正常的 一方面不想將中共捏得太緊 逼狗入窮巷反咬一口反而不妙 美國並不打算現在就跟中共在戰場上見高低 現在打雖然也有贏面 但中共又有餘勇打起來代價會比較大 相反的獲得十年八年在高科技和供應鏈圍堵下 中共國力衰弱 因為晶片短缺 到時可能連戰機都飛不起 導彈發射又打回自己的國土 那時擊敗中共如探狼取物 這樣才算減個大便宜 如果中共捱不到十年 那就更加可以譚笑用兵了 在中共方面來說 現在正需要與美國緩和 來減少外部壓力 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全方位疊加的危機 經濟急速下行 房地產救市難見效 失業率上升 民怨沸騰 動態清零百常加緊 內部呈現多年未見的不穩局面 如果加上外部壓力 到時腹背受敵 利崩潰就更近了 一心不能易用 只有先緩一緩外部衝突 才能騰出手來解決內部問題 因此習近平想要與拜登見面 釋出一些善意 換取美國手下流程 這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維 習近平雖非正常人 但到危急關頭 這點求生的本能都是會有的 美中雙方都明白 今天的衝突不是意氣用事 是基於長期戰略的考慮 美中對抗是意識形態的對抗 是地緣政治的對抗 是爭奪世界領導地位的對抗 是不可調和的對抗 這種對抗是不會因為雙方態度緩和而自動消失 對抗是戰略性的、永久性的 緩和是戰術性的、短期性的 對抗是目的、緩和是過程 緩和服從於對抗 不是對抗讓位於緩和 緩和是對抗之後的喘息 對抗是緩和之後的清選 美國採取與中共國對抗的國策 不是特朗普和拜登一時衝動 最根本的原因是佔六成以上的美國人對中共的厭惡 美國人恨中共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就不敢和中共眉來眼去 不但不敢 還要爭相提出打擊中共的議案 美國民意和兩院的受共立場 又迫使美國總統不敢和中共偷來暗去 除非總統不想做了 不論誰做美國總統 他只能百分百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立場 不能站在個人或家族利益的立場 否則他就會被美國人民唾棄 成為美國歷史的罪人 美國要充當世界領袖 就要有起碼的領袖風範 要有堅定的道義立場來感化各國 不能朝三暮四自私下作 拜登政府大費周章才將歐盟和日澳等收編成軍 更花了大力氣來拉攏韓、印、非、越等東南亞國家 連太平洋小國都不放過 目的就是建立盟軍圍毆中共 拳頭剛舉起突然有握手言歡 未免首鼠兩端無法向盟友交代 更不必提什麼世界領袖了 美國圍堵中共是看長遠不是看眼前 眼前傾一傾 緩一緩 自在控制打與和的分寸 不使衝突失控 迫中共輕啟戰斷 在中共來說 只要能緩一緩就是好事 不論真與假 也不管長期或短期 當你被人捏著喉嚨 能夠喘一口氣都是好的 美中密室私會只是過場 拜習會也只是染人耳目的煙幕彈 談談打打 時間拖長對美國有利 對中共不利 美國佔主動 可談可打 中共佔被動 談與打都受制於人 這才是問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的個人意見 不反映本部的立場